小情侣只是在摩天轮约了个会 结果就听见下面传来一阵惨叫 一个男人离奇惨死在了封闭的摩天轮上 据工作人员说摩天轮到站后 他就看到一个男人躺在座舱的地上 本以为他是睡着了 谁知道一拉发现整个人都僵硬了 当时被吓得六神无主赶忙报了警 警方根据男人随身物品和穿着 判断死者是一个理工男 据工作人员回忆 当时男人独自脱了个大箱子 吃力地进了座舱 随后摩天轮就正常运行起来 女警询问工作人员 座舱门关闭后是否还有别的办法打开 可门都是统一的电磁系统控制的 座舱只有到了最底层才会自动打开 这么看来摩天轮在运行过程中 是无法从里面打开 也不可能有人能从外面进入座舱 从现场的勘察来看 座舱门并没有被外力破坏的痕迹 此时法医经过初步勘察 发现死者的颈动脉凸起 口唇指端颜色发紫 基本判断是心脏麻痹死亡 随后警方将尸体带回警局进行尸检 解剖后确定 死亡时间大概在晚上8点到9点之间 死因是心脏麻痹 身体表面没有其他伤痕 体内没有检测出有药物残留 身体一侧有瘀痕痕迹 法医判断可能是死亡时 身体不受控制从座位上摔下来导致的 初步判断是意外死亡 排除他杀的可能性 随后警方联系到死者家属 死者的母亲在警局里泪流满面地表示 凶手一定是自己的儿媳陈青青 因为他们夫妻俩最近一直在闹离婚 而且儿媳妇一看就不是过日子的人 说着就拿出一叠照片 正是儿媳妇玩角色扮演时候拍的 他觉得儿媳妇给他们家丢进了脸面 并且信誓旦旦地说 自己有证据能证明就是儿媳妇干的 昨天晚上儿子出门的时候 接了个电话就折返回来 拿走了桌上的离婚协议书 因此他断定 儿子一定是去找儿媳妇去了 警方根据死者母亲提供的线索 很快找到了死者的妻子陈青青 据他所说丈夫这些年工作压力大 身体不是很好 去医院检查时诊断出得了心脏病 因为工作太忙也没时间做手术 为了避免婆婆担心就一直瞒着没说 随后女警问起他们闹离婚的事情 陈青青先是有些紧张 随后很快镇定下来 说他们夫妻这两年感情一直不太好 而且离婚也是丈夫提出来的 甚至最近连家都不经常回来 不是去婆婆家就是去酒店 反正就是不回家主 一直躲着自己 你们俩经常吵架吗 怎么会呢 我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的 陈青青表示自己以前是个模特 可自从结完婚以后 就做起了家庭主妇 没再接过活动 可老公依然对自己越来越冷淡 自己将最好的青春都给了他 为了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追求和梦想 可丈夫还是提出了离婚 说到这里陈青青才想起来问女警 丈夫是不是犯了什么事 当得知丈夫去世后 陈青青一脸不可置信 看样子是毫不知情 不像是装出来的 而警员从邻居的口中 却得到了不一样的说法 邻居说死者是个家暴男 他经常会看到陈青青身上 轻一块子一块的 当时他好心地去关心了一下 哪知陈青青一下子就哭了起来 可看他丈夫思思文文的样子 也不像是会家暴的人了 据邻居所说 死者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 每次回来都是酒气冲天 连家都找不到在哪 有一次酒后甚至还犯了心脏病 还是自己和陈青青一起 将他丈夫送进了医院 就在警员们都在感慨 陈青青的可怜时 穆教授却有了新的发现 从摩天轮的监控视频中 发现拉行李箱进座舱的 可能并不是死者 虽然这个人的穿着身形 都和死者一样 但是他却戴着帽子舞得 严严实实的 并且死者的血码是41码的 可视频中的人经过分析比对 血码却是39码的 如果这个分析没有错的话 那就证明是有人伪装成死者 然后将死者装进行李箱 带上了摩天轮 这么看来摩天轮 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尸体是被人后来 移到了摩天轮里 死者本就身形瘦弱 很好移动 凶手一定是先把死者 从箱子里移出来 然后再把背包里的摄像器材 装进了箱子 而且凶手用的本就是死者的箱子 所以在箱子里 发现死者的指纹或者皮屑 都是正常现象 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我们只有他进来了监控 在这之后 监控恰巧坏了 很有可能现在的这段监控 就是凶手为误导警方调查 设下的障眼法 无奈警方只好重新去确认 死者具体死亡的时间 可经过法医再三的确认 死亡时间确实是案发当晚的八点到九点之间 与此同时警方也找到了陈青青 确认她鞋子的尺码也是三十九码 就询问她案发当天去了哪里 听了警方的询问 得知警方在怀疑她 陈青青十分生气 说自己昨天是去了慢战 之前是顾及婆婆和老公 可现在老公铁了心要离婚 朋友们又十分想见她 所以就接受了邀请 怕婆婆知道不高兴 所以就没说 完事后还和朋友们聚餐 吃完饭才回的家 随后警方根据陈青青的说法 调查后确实证明了 她当晚一直在台上表演 有着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但警方调查死者的作息表 却发现了异常 死者在近两个星期内 只在家待了一天 剩下时间就是在母亲家 可还有几天她既不在公司 也没在母亲家 所以警方怀疑死者在外面 还有其他的住所 甚至还有其他的犯罪嫌疑人 并且这人还和死者有着同款的衣服 说不定这个死者坚持离婚 是在外边有了新欢 随后警员果然打听到 死者在外面的租住地 可警员们刚到门口 就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敲门 警员假装死者的同事上前打听 询问女人是干嘛的 我是她房东 来收房租的 女人一脸警惕地看着二人 警员只好借口死者从不矿工 这次这么长时间没上班 就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进屋后警员询问房东赵月 死者平时都是一个人住吗 房东表示他一个月就来收一次房租 之前都是一个人住 现在就不知道了 趁着赵月进屋查看 警员迅速搜查房间 在床头柜上发现了塑校旧心丸 还在外套口袋里找到了死者的手机 拨通最后一通电话 发现接通电话的居然是房东赵月 这下赵月也成了警方重点怀疑的对象 于是警方将赵月和陈青青都带回了警局 面对警方的问话 赵月表示自己跟死者并没有什么不正当关系 而且自己怎么也不可能 看上那种理工男 可警员却表示怀疑 按理说死者是工程师 收入很可观 是完全可以租条件更好的房子 为什么偏偏租了他的房子 赵月解释说因为他的房子地段好 距离漫展很近每周都可以参加 接着警员询问赵月 为什么死者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他的 还带着离婚协议书去找他 而赵月却轻笑了一下 表示只是碰巧而已 自己只是打电话让他交房租 哪知道他为什么会带着离婚协议书 警方询问案发当晚他去了哪里 赵月说自己在家看剧没有出门 这么看来赵月没有不在场证明 只能将他列入嫌疑人的行列了 等两人都从审讯室出来 赵月和陈青青迎面遇见 陈青青瞬间激动 陈青青的一番话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重新梳理案情后发现 死者在摩天轮死亡 死因是心脏麻痹 由于摩天轮座舱是电脑上锁 任何人都根本不可能进入 从案发现场来看 是跟心脏病发作状况一样 另外在死者出租屋发现的手机 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赵月的 除了电话目前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 包括那张被带出去的离婚协议书 除了赵月 陈青青也有着重大的嫌疑 从他看到赵月的表现 可以看出他们之前是认识的 但是之前的询问中 陈青青却撒谎说 他对丈夫的女性朋友一无所知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陈青青一直忍受家暴 发现丈夫有了外遇 陈青青接受不了 于是就动了杀心 如果真的是他做的 那他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不在场证明 随后警方找到了陈青青和赵月 早就相识的线索 因为两人都是角色扮演者 早在去年的动漫展就碰过面 有着相同爱好的人就成为了朋友 赵月作为动漫狂热的爱好者 是不可能错过动漫展的 所以赵月的口供完全就是假的 穆教授再次来到死者的出租屋查看 他把自己想象成死者心脏病发时的状况 最终在门锁上发现了端倪 门把手上有着凹凸不平的痕迹 又在盒子里发现 钳子上面也有类似的痕迹 为了验证猜想 穆教授找到了快递小哥 询问案发那天606有没有人寄过快递 从快递小哥这里得到确定的答案 穆教授很快回到了警局 我发现了案情的关键 之前我们都弄错了 我们认为关键是在离婚协议书上 但其实应该是案发现场 案发现场了 就在出租屋里 随后穆教授说出了他的推断 凶手知道死者有心脏病 然后故意激怒他 在死者病发前离开了现场 随后死者在屋内到处找塑校就心丸 可是一无所获 便强称卓想要外出求救 结果出门时却发现被锁在了房间里 着急求救的死者当时并没有注意到 屋子的门锁被调换了正反 只能拿出手边的工具 拼命地砸着门锁 而此时凶手正拿着要站在门外 静静等待着屋内在屋声响 然后打开了门 换上了死者的衣服 将死者放进行李箱 带上了摩天轮 制造出死者是被烟花惊吓并发 死在摩天轮里的假象 最后回到出租屋将门锁还原 女警对穆教授的猜想提出了质疑 可穆教授却说 快递员的话可以使这个猜想得到验证 因为凶手没想到死者预约了快递 而凶手作案后 正好碰到了上门的快递员 没办法他只能伪装成死者的样子 将快递寄了出去 由此可以确定第一案发现场 就是出租屋里 可一旁的法医却反驳道 自己的鉴定结果是绝对不可能出错的 如果你的推断没问题 我的推断也没问题 那有问题的只能是时间 穆教授认为死者在被装进行李箱的时候 很有可能还没有死 等凶手将死者运到摩天轮后 好巧不巧附近刚好放起了烟花 死者的心脏受到了二次刺激 因此这就是死者真正的死亡原因 听了穆教授的分析 警员排除了陈青青的嫌疑 因为陈青青深爱死者 如果激情杀人后 在抛尸的时候发现死者并没有死亡 那么一定不会再继续犯罪 而这个凶手一定是对死者恨之入骨 按目前情况来看赵岳嫌疑最大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 赵岳曾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 丈夫经常对她拳脚相向 甚至连怀孕都不放过 最终导致赵岳大出血 事后甚至还不给她治疗 将她锁了起来 最后还是赵岳凭着毅力 砸了锁才逃到了医院 为此甚至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 与此同时 沐教授带着锁找到了赵岳 这么复杂的一把锁 换起来很不容易吧 赵岳说一个离了婚 常年独居的女人 会开个锁有什么稀奇的呢 沐教授说出了她丈夫曾经的恶行 这使得赵岳情绪有些崩溃 我的过去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吗 事到如今赵岳还是咬死不承认 你没有证据证明 是我做的 可是在完美的犯罪也是有破绽的 因为警方已经在那个被寄出去的快递上 找到了赵岳的半眉指纹 至于她为什么要杀人 是因为一次偶然她认识了陈青青 陈青青身上的伤痕 让赵岳想起了她曾经的经历 这让她误以为 陈青青跟自己有着同样的经历 可事实却是 是我撒谎了 你帮她从来就没有家保过我 也没有这小子 陈青青表示自己只是受不了丈夫的冷漠 心里产生了问题 就故意虐待自己 然后骗大家说是礼望造成的 以此获取同情得到心理安慰 可她不知道的是 就是因为她的谎言害死了自己的丈夫 而丈夫并不是故意对她冷漠 只是因为丈夫感觉 她婚后失去了自我 没有了从前的快乐 甚至到最后发展到伤害自己 丈夫为了保护她决定放手 结果酿成了这场悲剧 明明是相爱的两个人 却因为没有及时的沟通 导致两个人产生芥蒂 让婚姻走向了终点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点赞加关注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订阅